大家好,我是比不中 那么本届美国男篮是在这个奥运会热身赛 取得了一个历史最差的两胜两负成绩之后 我也是看到有不少球迷在说 表示是本届这个球员不行 教练组实在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那么真的是这届球员这个级别不够吗 这显然不是吗 如果说你要真跟孟八孟十比 那确实不如 但是你要是从这个咖位上来讲 美国队肯定还是高于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 要说这个比赛经验不足 缺乏对于这个非法规则的了解 那这个倒确实是事实 但是整体而已 教练组肯定也是难辞其咎的 比方说这个打尼日利亚吧 居然是被逼到最后一球 还落后三分 然后这个助理教练皮尔斯 布置了半天 13秒时间居然是个出手都没有能够形成 这个显然就是教练组的锅了 是吧 在这一届之前的美国队 也并不是没派过以年轻人为主 缺乏经验新冠暗淡的这个孟之队 比方说土耳其世锦赛的孟九队 当时孟八的老成员是一个也没带 如果你有现在的眼光去看 当时借鉴的名单的话 你会发现有杜兰特 库里 还有罗斯威少 这些跟MVP级别的球员 但是你这毕竟就是事后诸葛亮了 是吧 如果用当时的眼光来看的话 除了凯文杜兰特 进过一次一阵 拿过一个得分王之外 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白神 这个主力阵容之中 除了比鲁普斯之外 大多数都是三年级以下的新人 当时全队也是仅有杜兰特和比鲁普斯 两个人是进过最佳阵容的 其他的十个人 在截至当时来看 是没进过哪怕任何的一次第三阵容 在NBA从来不把得分当作第一任务 且当时已经年满34岁的老同志 比鲁普斯 在这阵孟之队 居然是担任起了一个 二号得分手的一个重任 可想而知 这阵孟之队星光是有多么的暗淡 但凡有那么几个 能够独当一面的人 比鲁普斯也就可以像孟八 那位老同志一样 开场露个脸 然后就下去担任一个精神领袖 坐在这个VIP观众席观赛了 是吧 除此之外 杜兰特在最后的四分之一决赛 半决赛 还有总决赛这三场球 是总共只休息了五分钟 场均得分超过了三十分 而且这是一个四天三赛 试想还有哪进梦之队 人才匮乏到 需要让单个球员在淘汰赛 是几乎场场达满 这活脱脱就是一个 中国版的一剑凉嘛 是吧 但是人家老K教练 就是带着这么一支 新兵担子为主的球队给赢了下来 今年这支梦之队 即便说你不算凯文杜兰特 哪怕是塔图姆和利拉德 他们两个人之中 任何一个人的堪位 都是要远大于当时梦九队 除杜兰特之外任何一个人的 可千万不要再说这个橙色不足了 也不要说今年没有中锋 当时梦九这个首发中锋 可是拉玛尔奥多姆 大前锋是凯文杜兰特 然后那年带去的 唯一一个阵硬的中锋 是泰森钱德勒 这也不是后来DPOY那个状态 钱德勒在三毛都已经是快打不上球了 常规赛是只有6加6 季后赛更是只有3加2 而且是作为一个替补上场的 但凡当时钱德勒状态稍微好那么一点 乔丹也不至于会拿他去换 丹皮尔那个到期合同 然后再把丹皮尔裁掉 今年这个麦基 跟当时的钱德勒比 我看也是大差不差的一个跳跳男 那么最后还是希望美国队 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 谢谢